歡迎大家收看The Binding of Isaac Rebirth 16了 魔法傷疤 白板牌 低傷害 確實是個問題 0 2 哇 3 1 J 好了 這個連射還可以 所以這傷害不行 所以說趕緊搞到一張好一點的牌是重點 其實這個傷害也並沒有想像中那麼差 就是不好罷了 不是差到不能接受 我但是這個地方真的是一個好主意嗎 沒想到還可以 好了 就看這個Boss房還有D 前兩層怎麼樣了 畢竟三藍血騎手的話呢 下一層惡魔房的保證度還是比較高的 所以說這個我倒不是很擔心 如果沒惡魔房的話我估計下一層就死了 避免是Explosive Diarrhea 你看到這裡 看看這裡 兩顆藍心 其實現在可以直接拿 沒啥區別 除非第一層 道具房給我出個尤大之影什麼之類的吧 那就這樣後悔死了 不過要是出尤大之影的話其實也 已經沒東西好擔心了是不是 謝謝 唉 終於有一張牌了 看看這什麼玩意兒 希望師匠 希望師匠傳送牌 世界 算是個東西吧 但是在這一層沒有用啊 這是個大問題 除非能買到黑蠟燭 否則的話在這一層這個世界牌是沒有任何作用 兩倍錢 這個倒挺有用的 炸彈袋子 這麼說的話這個炸彈應該不太會缺 那也是一件好事情 畢竟炸彈是我們需要的一個資源啊 應該是可以打到的 然後應該會有一些錢會擠出來 妹 我才注意到我們拿著那玩意兒 趕緊丟掉 剛才都沒注意到我一直拿著這玩意兒 這鐵沒辦法 沒辦法炸出來 發了一下呆剛才 行 如果點石成金的話多好 那是地下室 這個爆炸戰 可能問題不大吧 這個嗎 也是好的 當然最好是肉塊不要是崩帶球就行了 崩帶球好處就是 他升三級我會很開心 因為他不用佔據我一個環繞物的位置 反正他不能擋子彈 如果是肉塊的話呢 這個升不升三級真的是要考慮考慮 好 嘖 確實掉了那半個血挺不應該的 但是現在的情況呢 可能是傷害比連射稍微重要一些 連射的話其實並不是很差 肉塊 找不找秘密房 不找算了 這張是難搞啊 這張是難搞啊 過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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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有拿世界呢也是 這張兩倍錢的牌肯定是 會給我們目前帶來更多的收益 這張牌 又有一張牌 月亮 月亮 等一下 月亮是一張傳送牌啊 實際上有他神奇的意義了 所以我倒不想這麼快就 不想這麼快就想著把他放棄了就放棄了 我反倒是覺得月亮可能在 將來的實際作用會更明顯一些 所以說這次看看能不能把這個錢搞搞滿 然後就把這張兩倍錢用掉之後就 就不要了 之後帶月亮更實際一些 這地方肯定是要來的了 先來看看 變邪老虎雞這個比較讓人失望啊 只有兩個炸彈我又不想 挖在那四個瓦罐上面 看吧看吧 再翻是38 再翻是76 你看這個月亮的作用很快就體現出來了 到時候詛咒房什麼之類的 因為這個代價減半肯定是 想都不想就進去 跟沒有那張月亮是完全不一樣的 6分28 這起手不好慢速也沒辦法 要來嘗試一下這個是不是秘密房嗎 不是 我去你怎麼碰到我的 不是有一個 有一個東西擋著嗎 我去 就碰三下 這房間太噁心了 我去 要是這個 這是爆炸的我不能馬上處理它 他貼我身子的時候我沒辦法處理 這一層不知道能不能用到那張月亮呢 花五分前去買一個電池吧 可能也需要 再來兩分間直接翻滿吧 太可怕了這些房間都 完全不能頂啊 這個用了 我沒撿到那一分錢嗎 浪費了 浪費了三分錢 然後這邊 先回去吧 東西都撿一撿 唉 第二層沒搞好 剛才那個房間被搞了三下 本來還想 拿那個肉塊來撿一下圍 沒想到周圍的蒼蠅把我擠成那個樣子 我都沒辦法 這個買了 這個買了 這不是秘密房 然後那個也不是秘密房 那這秘密房在哪 雖然說我們沒必要去找那個秘密房 三個炸彈 炸彈呢現在可以考慮用來輸出 因為我們並不缺 到底這個是不是秘密房 高等秘密房的模板 不是 是 綠針 綠針 情況還是不錯的 至少現在傷害好了不少 我最怕這個房間 尤其現在有這個環繞物 可能會讓這個蒼蠅在我不想它爆炸的時候爆炸掉 這樣會讓我很鬱悶 像剛才那樣 現在傷害多少 三 還可以 有三傷害的話就不怕它給那個瘦小的奇怪蘑菇了 瘦缺的奇怪蘑菇了 所以說這個自由貌還是一個好東西 開眼科技啊 Puberty Tears done 確實這個不是很好 這麼快就給我來這一套 可見現在這DPS還是比較不行的 Puberty Puberty 相當讓人失望 加連射 是藍綠色的要玩 這個是Tears down 算了這個打掉吧 算了這個打掉吧 急需PHD謝謝 有PHD的話我會很開心 好的 搞定 增加白星的掉落率 嘖 感覺意義不大 忘掉我 忘掉我 這個東西很有 很有想法 要放棄白板牌真的是 得好好思考一下這個問題 但是呢我們 那我們可以多拿幾個 多拿幾個道具也是很不錯的 就是減連射 哎呀你說有一個PHD的話就發財了 可惜沒有 先拿著這個東西說不定飛在什麼時候會有奇效呢 現在都說不準 如果實在是發展得不錯的話 確實可以考慮用忘掉我 因為 現在這個 現在這個白板牌暫時也沒起到什麼太好的效果 你說這一層出一張黃帝牌 那就另外一回事了 這一張出黃帝牌 這一層出黃帝牌的話 忘掉我是不會拿的 不會拿的了 哦 極肉五哥出現了 這個乾脆飛一下吧 這個boss會飛好打不少 這個boss會飛好打不少 那我還真的有點想用那個什麼 我還真的有點想用那個 我還真的有點想用那個 忘掉忘掉我了 哦謝謝 真是太感謝了 這忘掉我呢也可以留到第五層再用 因為第五層萬一他給的不是肉哥的話 不過說真的 我完全忘了這件事情 如果第五層給的不是肉哥的話 可以重來一次 然後讓他給到肉哥為止 但這個做法比較蠢 不要PHD呀 炸彈多了你就 炸彈多當然要用一下 用吧用吧那個 半牌不要了 雖然說做出這麼一個決定 感覺好 好憂傷的樣子 未知詛咒 都是好要玩啊 都是好要玩啊 嗯 呃 哇你好可怕 好的 嗯 下來 是不是可以利用這個恐懼把他趕到火裡面 看起來是一個很不錯的主意啊 普通箱子 沒啥興趣 嗯 不錯 石化眼淚自然還是不錯的 炸兩組啊 有就有 沒有就散 沒想到啊 如果剛才拿了那個 這個 炸彈科技的話 反而也是挺不錯的配合 這個 畢竟炸彈科技不用冒險 就可以遠程輸出敵人 這是炸彈科技的優勢 現在傷害三 二連三傷 還有石化效果 確實現在是挺不錯的情況 唉 最討厭這個房間 我擦 在這裡足足掉了涼血 對 對啊 可以那個 可以燒掉這兄弟 頭都沒出 啊 前面 從弓矯道爆 這一層如果出現了惡魔房 有惡魔交易的話 確實會讓我挺尷尬的 如果沒有加紅血的話 炸彈換鑰匙要幹嗎 幹幹幹 炸彈多鑰匙少啊 小切子 嘖 那就沒紅血給了是不是 都不希望惡魔房裡面有道具 媽刀和釘的 雖然說有點浪費紅蠟燭 但是 那個裡面是電池嗎 我記得好像不是電池 不是電池 但是我想有點生存能力吧 我現在生存能力收到威脅 已經20分鐘了 這是註定就是一次慢的 雙重爆炸 雙重爆炸是不是 我實際上是看不到兩次爆炸的 啊 走走 應該還是把那個 Tears down給拿回來 說不定這東西 最終的 作用可能會變成 可能會變成 Tears up 走 走 終於來到第四層了 已經過了二分鐘了 古動箱子 沒興趣 好有興趣 不錯 不錯嘛 喜歡找到一個這個東西 Mongo baby 呃好過沒有 畢竟他的那個 Mongo baby的連射還是挺高的 說起來 BFF是不是好久都沒拿過了 啊根本就沒見過在商店裡面出現 如果BFF的話我真的會很開心 這次也算是 也算是跟班比較多的一次 而且那個肉哥嘛也是一個 輸出搶手 你跑哪呢 跑得這麼裡面 可以按摩 第一次看到這個BOSS 總覺得他像墮落膜一樣會 會出 會出惡魔防道具 嘖 後來覺得 唉 這麼多好的BOSS 真的是 太假了 拿成這個 啊 白色的剛才看過不是好藥丸嗎 秘密房還沒去呢 現在Mongo baby 實際上就是一個Brother Bobby 沒有區別 是一個連射比較高的Brother Bobby 應該是Brother Bobby 連射的兩倍吧 不是這個 這邊呢 道具房會出PHD嗎 好像會哈 欸 其實已經找到了 又是三個炸彈 這次炸彈好多啊 我們都滿血了 所以說那個 我們都滿血了 喂 什麼情況啊你 實話大便 呃 難道真的要拿著那個東西等PHD等過世嗎 這不是一個很好的做法吧 最後的希望啊 都沒有嘍 剛剛哪裡還有蘑菇 我們要進行這個蘑菇面絕計畫 蘑菇面絕計畫 Range up 這 給你一點 請來看看 給我個血量吧 謝謝 給我個血量吧 謝謝 現在我是急需血量的時候 去你的 沒錢了 一分錢 真的要炸捐款機嗎 我不想炸捐款機啊 我不想炸捐款機啊 直接給了 可是這東西沒鬼用啊 我這裡也沒錢了 只能炸捐款機啊 只能炸捐款機啊 哎呀 去死吧你 浪費我的期待啊 你這是 吃了我20多的錢 最終就還我三分錢 我瘋了 我瘋了 一個都炸了 還你那麼多 嘖 這種就不要炸了 萬一真的炸出來一個大蘑菇 我就很尷尬 這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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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嘖 欸 第五層 好慢啊 26分鐘 呦 這房間好 要的就是要這種成果 要的就是要這種成果 怪就出去了 因為那個 釘子只有一個房間裡面有效 謝謝 不用煩了 我的釘子好了 我的釘子好了 記住不要出去 敢不敢不要 我全部都是怪啊 魔術師 要被鑰匙 魔術師吧 好多炸彈啊 為什麼不見我那麼多錢 這個房間 最近老是在這個 不該出現的城 見到啊 魚人 魔術師 魚人 太陽 奧吉斯 太陽看起來是最好的 這裡頭 白洗 可以考慮啊 但是其實我自己有回血的能力呢 倒不一定需要這個東西 回去把那張拿回來算了 不要浪費時間 不是這個 現在不真正掉血 對於那個犧牲房來說是沒有意義的 下面是不是秘密房啊 他幹嘛 黑心一個 這是第幾啊 第五 第五的話 用釘子來打BOSS 不好 我突然有個 我突然有個很瘋狂的舉動 相當瘋狂 我自己都不知道這個是不是一個好的主意 來 有沒有鬥啊 變成麻痺了 拿了吧這個 然後回去把所有的牌都轉一遍 檸檬派對 檸檬派對 Puberty 全是麻痺 你這搞什麼鬼啊 沒有一個是 終於有一顆佳蓮蛇出現了 這個我要找這個佳蓮蛇 找得好辛苦啊 那是真的要玩嗎 不是 果然我這個 果然我這個舉動太瘋狂了 沒有任何的好處 其實衡量一下 確實是知道 沒有什麼太多的好處 這樣做 我實在是想不出 這樣做有什麼 就是很正面的好處 只不過 只不過想試一下 唉 不走尋常路罷了 這邊掉血無所謂 你已經演太煩人了 h 其實有很多血可以讓這個黑暗乞丐撿 不過無所謂了 這邊我相信很快我就不缺血了 現在連射怎麼樣 兩格 還是可以稍微碾一下骷髏來增加連射的 這個從頭到尾變遷的真厲害 完全都 從開始完全沒有想到後面的樣子 浪費了超級多的鑰匙 很好 這樣商店是一個真的商店 並且我們還有了資本 這才是最重要的 這樣拿吧 這樣拿看起來是最好的搭配了 蘿拉斯斯 艾芳皮 這邊能多拿點錢也是好 我想回去捐一點錢 來吧 他們都實化了 但是 打不到還是 依然是打不到 好的 這邊 黑石鐵 你真是在逗我 看不到任何拿他的理由 算了 這個玩不玩 等一下 看看剩多少錢再說 地圖 地圖好像沒必要搞那個了 地圖好像沒必要搞那個了 沒辦法在Boss房用釘子 這個好像無所謂 藍的 還會給我們 還會給我們 唉唷 地圖後面省事多了 超遠 生存能力過剩啊 所以說 可以做一些比較無謂的掉血舉動 像什麼故意 黏那個血塊也是一種做法 黏出來道具是我們賺的 黏不到東西也沒有虧 唉唷 真的是生存能力完全過剩 就是傷害你要真說的話 其實並不是很給力 勉勉強搶可以接受吧 20RODE要這裡收的東西 20RODE要這裡收的東西 有東西吐了嗎 嗯 炸彈還是拿一下吧 看到不想打的房間 看到不想打的房間 例如像這個 雖然說其實沒啥 反正就是看了一眼就覺得不想打 那就不打了 就是這麼直接 就是這麼直接 想怎麼樣就怎麼樣 從不妥協 從不妥協 這或許我也不想打 給一個這樣的BOSS 真的是氣死人啊 要了吧 我覺得 生存能力足夠高了 沒必要再繼續往上踢 但這樣的話呢 反正這個東西 有潛在的傷害價值 還更好一些 Puberty 因為現在有小chat 所以說 真不擔心他不給我掉血 這個是 沒興趣打的典範了 中了 房間太盤人了 啊 沒想到那個 那個獵天 也給了一點傷害出來 那東西在我的心目中 就是一個沒有傷害的典範 趕緊轉 趕緊玩火我頂不住了 走你 都40分鐘過了 這房間還是打一打 感覺這個 SAMSON的一撮毛幾乎是沒起過什麼作用 黑桃A 其實這個跟剛才那個一樣噁音 都不應該打 都不應該打 就當給那個須須地 Lockup 三個魔術 多的有點厲害了 這個就打一打吧 蟹蟹蟲趕緊上 蟹蟹蟲趕緊上 上了他 上了他 BF了他 下了他 出發了他 1.2 欸那是什麼子彈 我們三顆一排的那個是甚麼子彈 看來是三個寶寶連在一起射 還怎麼樣 這個還算是挺奇觀的 我沒見過這樣 你不要站在那地方 看起來好危險 你知道不 掉了兩血 我們可能十血 起手啊 可能還有八血 剛才地上是不是掉了一個紅金 但是我沒讓那個黑暗奇來撿 為什麼剛才會中那顆子彈 真的是想不通 完全想不通 可能六七血左右了 我們已經剩下 不是很多了 還是要稍微小心點 九血還好 黑鬥 雷霆大腿 哎 給力的終於來了 但是我們這邊連射 可能會稍微低了一些 但是無所謂 我去 今天中的子彈真的是 有夠憋屈的 其實你可以看到現在的傷害 其實還是很不行的 只是沒有剛才那麼糟糕罷了 嘖 如果有B 如果有BFF的話 確實這個情況會緩解不少 不是這裡 嗯 這個房間是還人到極點的一個 好了 搞定一個 就好辦不少 必須憑憑希望 看這裡是不是 是不是秘密房 不是 是 蛤 不得不說 從剛才的情況來看呢 那個追蹤書可能效果更好一些 好的 這裡 對呀 雷霆大腿啊 我差 Range up 雷霆大腿啊 攻擊了 誒 攻擊了 Range up 放Pills 少可以 少可以拿一個 檸檬派對吧 檸檬派對也是可以造成不少傷害的 好 難得給力啊 我還想起來那個追蹤書是一個房間可以用一次 所以現在是 主動道具的一個永久追蹤還是效果很好的 確實 藻具應該換了 這 好 打這兩個東西倒沒什麼 說起來這次的跟班好多啊 好像很少後面跟那麼多東西的 沒有 BFF真是浪費 神秘袋子 又坑一個東西 好的 應該沒問題了 這次還打不過 那我就沒話說了 你看我的跟班隊伍都藏到去他那邊去了 可以提早宣告EdanWin了嗎 神秘的傷害 看起來還可以 實際上 還不行啊 倒一個好算 EdanWin 17 好 那麼今天視頻就到這裡 謝謝大家收看 我們下次再見